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李商银对其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 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民间艺人的不断继承发扬下 日渐绽放光彩 在山东省济宁市仁城区就有一位剪纸艺术传承人 一双巧手剪客大千世界 怀抱初心 奔走剪纸传承 走进张月广的家里 就如同走进了剪纸艺术的博物馆 张月广与剪纸的渊源 与儿时家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叫张老黄 今年六十几岁 我从事剪纸五十年 只有呢 是我家中心影响学剪纸 目前呢 我设计制作了近七百分剪纸作品 这些作品呢 包括各种机材 各种风格 各种这个仿塑法的这个剪纸 因为呢 允鹤在我们 古老的允鹤在我们这个经济丁城区的传承老国 因为允鹤的开通 对剪纸温化呢 奈美温化的交流呢 使我们这一层剪纸在器材上更加丰富 更加做菜 阴剪和阳剪是剪纸最常用的两种技法 阴剪是线线相断 阳剪是线线相连 阴阳相见 诠释着富和美的异域 剪纸工具除了常用的剪刀 还有刀子 不同于剪刀 刀子更适合平面的 不对称的剪纸 随着对剪纸技法的不断掌握 张月光发现剪纸艺术的风格也大有不同 现代创新出的多层剪纸 不仅风格类型更加广泛 所呈现出的作品也更加精美 多层剪纸是我们现代剪纸的一切种意中 我们为了把剪纸技艺创造好 风格好 把剪纸艺术创造好 也就是我们现在提上的文化良创 我们剪纸艺术也要发现一个新的创新 创新就要涉及到多层剪纸 通过拜访各大派系的剪纸大师 张月光在取其精华的过程中 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在制作剪纸的时候 就把一些民族的吉强予以 以及革命运行战略行时代 坚本的这种景深 以及他们的这些形象 用剪纸的形式做出来 这样更有利于在社区里讲一些故事 通过学剪纸 可以把当时学爱国 学爱人民爱祖国 这种方式斗中到剪纸里面 更能体现到剪纸的生命里 一个剪纸 一剪纸一个故事 或多个故事 比方说在我创造的最后 命令引劳令这一块说 就是通过命令引劳令 救的这位战士 这位战士的故事 有几率了我们更好的念情认 包括我们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以下 你看袁禄平显成这一个简直 我们既要量子整餐 我们既要孤立学生 去做解释 要量子的这种表率 所以学生们看到之后非常兴奋 也非常多种打出来好多问题 就是通过剪纸将理事 通过剪纸将革命故事 通过剪纸将我们的时代发展 通过剪纸将我们的时代竞争 近十年来 张岳广从没停下 让更多人知道剪纸 这项非遗文化的脚步 进社区 学校园 医院 部队等几十个部门活动 一千九百八十多场 培训和传授十六万人次 从最初的爱好者到如今成为非遗减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对于张岳广来说 剪纸已不单单是生活中的娱乐 更多的是一份发扬与传承剪纸的责任 和一幅剪纸讲述一个故事 一幅剪纸感动一片人的初心使命